从12月8日开始的这一周是美国人权周 依据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 自9日起 美国针对9个国家的68个机构和个人实施制裁 被制裁者来自柬埔寨 巴基斯坦和利比亚等国将被禁止入境美国 针对伊朗恐怖主义政权 蓬佩奥表示 对其最大化施压的政策将继续 除了三家伊朗公司 还有一家上海公司也在制裁名单中 今天我预告了三个伊朗的交易公司 帮助伊朗的交易公司 为其最大化施压的政策将继续 第二个 我们预告了E-Sale的交易公司 一个公司在沙海 E-Sale的交易公司 从伊朗的空间工业 针对这四家公司的制裁将于180天内生效 另外在周二人权日当天的声明中 蓬佩奥赞扬欧洲盟友决定推动 欧盟版的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 目前除美国外 还有五个国家也有类似法律 今年感恩节川普签署了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其中包括制裁那些破坏香港自治和法治的人 川普上任后多次表示 人权和宗教自由是本届政府的优先事项之一 新唐人记者李兰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